大家好 歡迎來到新視野 我是劉昕 奧巴馬生日派對如期舉行 8月7日當天 究竟有多少人參加了? 又有哪些家人和密友出席了呢? 據說 私人飛機擠滿了島上的機場 名流隱形雲集 他們為什麼要冒天下之大不韋 趕往馬沙葡萄園島? 與此同時 逃跑的幾十名德州民主黨議員 現在開始把自己描述成受害者 要起訴州長格雷格·阿伯特 今天 我們來說一下民主黨的這兩個特別的話題 不過 在節目開始之前 我們還是先更新亞利桑那州 和威斯康星州的地面行動 8月7日 川普總統發表聲明說 威斯康星州剛剛取消了20.5萬個選民登記 因為他們說找不到這些人 川普質問道 他們為什麼要等到事情過後才做? 這是不是意味著我們可能已經贏了威斯康星? 恭喜! 威斯康星州將對兩個大縣 去年11月3日的事情展開調查 根據美聯社報導 議會選舉委員會主席珍妮爾·布蘭特金 已經在8月6日向兩個縣發出了法證審查傳票 分別是密爾沃基縣和布朗縣 傳票要求這兩個縣在9月7日 提供相關的許多材料 包括所有的票子和機器 他們還必須交出所有相關的軟件、 管理服務器、路由器和網絡設備拍攝的圖像 用於傳輸數據的介紹 比如閃存驅動器和外部硬盤驅動器等等 布朗特金曾前往大峽谷10地參加過地面行動 但是 眾議院共和黨議長羅賓沃斯並不支持 他聲稱不會承諾為布朗特金提供任何額外的資源 在這兩個縣中 密爾沃基縣是威斯康辛州人口最多、最密集的縣 是民主黨控制的縣 布朗縣是該州第四大縣 由共和黨控制 目前還沒有看到這兩個縣對傳票的反應 在亞利桑那州 馬里科帕縣監事會 繼續無視參議院的第二次傳票 參議院隨後正式要求州總檢察長馬克·布爾諾維奇 對該縣監事會成員展開調查 8月6日星期五 州總檢察長布爾諾維奇 已經發出信函 對馬縣沒有執行參議院的傳票展開調查 要求馬里科帕縣在2021年8月20日下午5點前 做出書面答覆 星期六 亞利桑那州參議員溫迪·羅傑斯 在推特上分享了這條消息 並說 如果你想讓總檢察長做出正確的決定 請聯繫總檢察長辦公室 《網關專家》報導說 馬縣顯然是違反了州法律 布爾諾維奇需要決定他是要爭取選民 還是讓這些罪犯逍遙法外 在剛剛過去的這個週末 最喧嘩的新聞 非奧巴馬60歲生日大派對莫屬 《紐約郵報》、紅州網站等多家媒體報導 儘管縮減了規模 奧巴馬生日派對看起來仍然相當龐大 8月7日 奧巴馬的60歲生日派對 在價值1200萬美元 位於瑪莎葡萄園島的海濱豪宅裡舉行 之所以他的生日派對引人關注 是因為在疫情大流行期間 作為拜登任命的冠狀病毒協調員 奧巴馬和喬·拜登一樣 對人提出了各種限制 而他自己卻舉行大型的生日派對 甚至不太口罩 面對外界的質疑 奧巴馬聲稱 莊園派對被縮減為只有親近的家人和朋友 但是 從媒體的報導來看 全國各地的名人紛紛飛去參加奧巴馬的慶生活動 根據《每日郵報》報導 前美國國務卿 現任拜登的氣候特使約翰·克里 乘坐排放量巨大的私人飛機 前往瑪莎葡萄園島 此外 說場歌手JZ、碧陽斯、約翰傳奇 和模特妻子克里斯·西泰根、 NBA球星德懷恩·韋德 和妻子加布里奧爾·尤尼恩等名人 以及演員兼製片人唐·錢德爾、名嘴·奧普拉·溫·弗瑞 電視名人戈爾·金、好萊塢大牌明星湯姆·漢克斯 和喬治·克魯尼等也都湧入了這座島嶼 報導說 瑪莎葡萄園島上的機場 擠滿了私人飛機和直升機 值得一提的是南希·佩洛西 她曾經對外說 我沒有去 我還有其他派對要參加 然而 佩洛西似乎對自己被奧巴馬 取消邀請的事實不屑一顧 星期天早上 她被拍到在馬薩葡萄園島的教堂門口 和他人合影 佩洛西跑到馬薩諸塞州的馬薩葡萄園島 僅僅是巧合嗎? 《每日郵報》的報導還說 星期六下午 佩洛西在和奧普拉·溫·弗瑞 共進午餐的時候 在葡萄園避風港俱樂部遇到了奧巴馬 消息說 佩洛西抵達早上是參加 支持眾議院民主黨的私人活動 而讓外界氣氛感覺詭異的是歌手埃莉卡·巴杜 星期天 巴杜在她的Instagram上 發布了一段奧巴馬在生日派對上跳舞的視頻 不過隨後 她就驚慌失措地刪除了這段視頻 但還是被網民保存了下來 巴杜說 奧巴馬一直在跳舞 說唱歌手貝克·漢姆為奧巴馬表演了她的熱門歌曲 《Birthday BH》 她和經理T.J. Chapman設法拍下了 瑪莎葡萄園島活動中的高端食品、飲料 和華麗的活動照片 並和Instagram的粉絲分享 這些帖子後來被刪除了 貝克·漢姆解釋說 由於規定不得不刪除所有的內容 這肯定是史詩般的 如果任何視頻浮出水面 她就會病毒式傳播 她一直在跳舞 從來沒有人見過這樣的奧巴馬 根據《紐約郵報》報導 8月8日 人們還看到一對出租車開進奧巴馬的住所 把200名工作人員接回家 還有幾輛可能載有明星的SUV從那裡開走 當這些名人嘉賓離開瑪莎葡萄園島時 在島上造成交通擁堵 一名當地的警察在電台上 把這個鎮上的車輛情況描述成ST-SHOW 顯然 奧巴馬的縮減版慶生派對場面仍然盛大 紅豬的文章說 大型派對對奧巴馬來說真的很酷 雖然可能不是原來的475名客人加上200名員工 但是 她仍然看起來相當龐大 從家外的準備工作來看 似乎並沒有特別縮減 或者只是只有家人和密友 媒體此前拍到的照片顯示 莊園後面是巨大的白色帳篷 看起來絕對不是一個小活動 除了巨大的帳篷 還有戶外家具、餐飲站、舞池 和一個帶有揚聲器和技術設備的大舞台 文章說 如果沒有自己的舞台 奧巴馬會是什麼樣子呢? 如果沒有很多奧巴馬的照片 奧巴馬的正黨會是什麼樣子? 這些也被安置在帳篷裡 當地一名商人對《每日郵報》開玩笑說 奧巴馬想讓人們認為 這是一件小而親密的事情 但我認為 我們對親密的定義不一樣 參加派對的一名工作人員 週日告訴《每日郵報》 當天仍然有300到400人參加了 在奧巴馬島上的狂歡 也許大家會問 為什麼奧巴馬非要頂風作案 邀請如此龐大的前政府官員參加? 紅州網站的文章認為 他們在與世隔絕的一年之後 一直期待著重聚 來幫助創造奧巴馬的遺產 讓這位前總統能夠如此舒適地與一線人群相處 說白了 奧巴馬要借生日派對 絕對不是湊湊熱鬧 而是邀請縣政府官員、體育和娛樂一線民心們 繼承並推進奧巴馬議程 說到這裡 我們順便提一下福奇 8月8日 他指責南達科他州舉辦的 Stirgus Motorcycle Rally是超級傳播者 聲稱他非常擔心 但是他對奧巴馬的 在市內舉辦的大型慶生派對 並且不戴口罩 卻隻字不提 對拜登開放南部邊境放入感染的非法移民 也裝聾作啞 看來 福奇是鐵了心為民主黨和奧巴馬議程 保駕護航了 民主黨左派對奧巴馬在市內派對不戴口罩 沒有感到不安 對不戴口罩乘坐私人飛機逃到華盛頓DC的 幾十名德州議員的行為 也沒有感到擔心 儘管其中至少有6人被確診了 還傳染了一名白宮人員和佩洛西的助手 這些逃跑的德州議員 任性地放棄他們的民主責任 他們和民主黨大佬們不僅沒有感到內疚 反而引以為豪 但是 這些逃跑的議員卻對德州州長阿伯特 下令逮捕他們深感焦慮 他們不想為自己的行為後果承擔責任 於是開始把自己描述成州長和德州眾議院議長 玩乎值守的受害者 德州論壇報報導 8月6日 在德州阿伯特 德州議員議長戴德·費蘭和州眾議員詹姆斯·懷特 指控共和黨官員把他們帶回家 參加特別立法會議的做法 侵犯了他們的憲法權利 使他們遭受了地位歧視 損害了他們的聲譽 給他們帶來了焦慮、不適和痛苦 不過有趣的是 這個故事中的民主黨律師克雷格·安東尼·華盛頓 是一名前民主黨議員 德州律師協會稱 他的律師執照被暫時吊銷 阿伯特州長召集的第一個特別會議期 在8月6日到期結束 他又召集了第二個特別會議 所以 這些跑到DC的民主黨議員 只要回到德州 仍然可能立即被逮捕 阿伯特說 他們會被關在州議會大廈裡 直到完成他們的工作 他們需要對德州的選舉誠信法案 進行辯論和投票表決 好了 今天就說到這裡 謝謝大家 我們下期再見 謝謝大家 大家 請回到這段落